各位朋友 今天給你介紹一道椒麻雞 各位在餐廳 尤其在那種太緬 太緬式餐廳非常多 首先我介紹一下 它就是去骨的肉雞腿 一般肉雞腿吃起來 炸起來之後比較嫩一些 再來當然就是糖 鹽 蔥花 香菜梗 把它切碎 另外辣椒末 蒜末 另外煙雞部分呢 五香粉 醬油 雞蛋 還有一點酒 以及白醋 還有烏醋 我們現在煙雞腿 首先我們加一點鹽 進來大概二分之一小匙 另外少許糖 另外醬油呢 一茶匙的醬油進來 不要太多記得 因為太多你這還會比較黑 另外五香粉 大概四分之一小匙就夠了 也不要太多 太多也太容易黑黑的 接著呢我們把它拌勻 加入米酒 還有雞蛋 雞蛋液大概是一大匙左右 好我們把它拌勻 原來醬油你醃完之後 大概靜置個十五分鐘 它就會入味了 那把它放在冰箱 好另外呢 我們準備一鍋油 那一般人在家裡的油 你可以不需要太多 你可以大概就是四分之一鍋 好我們現在趁著機會呢 我們把那些醬把它調起來 首先呢 辣椒末 蒜末加進來 當然你不吃太辣的人 你就少加一些 醬油一大匙 砂糖一大匙 另外我們加一些烏醋 把它拌勻 好另外呢 然後我們把蔥花也加進來 香菜梗 讓它吃起來呢 有一股香菜的味道 好 好 那我們最後呢 再把白醋給加進來 好這醬料呢 就非常有一點酸酸的 鹹鹹的 甜甜的感覺 好的那我們現在呢 大概油也油溫也夠了 我們開始要來炸我們的雞塊了 好 那我們首先呢 把醃過的雞腿呢 沾上地瓜粉 當然你假如買不到地瓜粉 你可以用 太白粉啊 或者素薯粉 都可以喔 就讓它吃起來表面上 有點脆脆的 那今天你們在裹粉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我們現在 它因為加了蛋液 它並不黏 你可以抓少許粉 進到雞腿這邊 就是有 已經醃好的雞腿上面 讓它產生黏性 讓你雞肉吃起來呢 它有湯汁 而且有點汁 而且呢 表面是酥脆的 那我為什麼選用地瓜粉 其實地瓜粉呢 吃起來在台灣 炸王其實很喜歡用地瓜粉喔 因為它吃起來會有 酥酥脆脆的感覺 它一顆粒狀的喔 好那我們的油溫呢 大概在180度左右 你要下去那一剎那呢 讓它足以整個表面 好先把它抖一抖 好我們油溫已經夠了 我們把它放進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保持小火 讓它泡 大概三分鐘之後呢 我們才轉大火 大概炸半分鐘 讓它表面酥脆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大概三分鐘之後呢 我把它開大火 我們就是要讓它的表面酥脆 這一個步驟非常非常重要喔 各位朋友 你就是要讓它溫度再提高 表面酥脆喔 把多餘的油所逼出來 那記得你們在炸的時候呢 稍微把它轉動一下 會比較炸的平均一些喔 好的那我們現在看到它已經雞塊了 有時候你在判斷有沒有熟呢 有兩個方法去看喔 一個你看它已經往上飄了 表示它就已經熟了 或者你看它的泡泡呢 比較早 而且比較慢 也表示已經熟了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它撈起來 把油瀝乾喔 原來上你剛炸好的時候 不要馬上切 一來是很燙的 二來就是說你馬上切的時候 它水分就流失掉 最好你放個大概十分鐘左右呢 它還有點溫度 再來切會比較好一些喔 好我們現在十分鐘後呢 我們開始要來切了喔 那其實你在切的話 你可以稍微大塊一些 吃起來呢 才有那種口感喔 稍微剁一下 切一下剁一下喔 不然它那個皮容易碎掉 哇你可以看到裡面很多汁喔 鮮嫩多汁喔 好我們把它放盤 接著呢 我們將我們剛剛所調的那個汁呢 把它淋上去 那有些人它吃的比較辣喔 你可以放一些辣油 那少許花椒粉呢 味道更棒喔 這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椒麻雞